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愿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新造的人 让我们不断地住在神的爱中 也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爱里面不断地成长 以福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教导我们 保罗说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那外邦人是怎么样呢 这里说 他们的心地昏昧 就是他们的眼睛好像瞎了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 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 所以他们的心就变刚硬了 那心理刚硬呢 十九节说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主了之后 我们生命要改变 不能在像未信主的时候那样 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一些更新的工作 特别在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二十六、二十七节 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我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赐给你们肉体中 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我们的心要改变 我们如果生命不改变 心不改变的话呢 别人就会因为我们的生命而跌倒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 那我们常常也发现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他们常常是拿着放大镜 甚至我觉得是显微镜一样的 在看着基督徒 然后他们观察基督徒 看看基督徒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没有活出一个新生活的话 他们也会用这样子的事情 来定罪我们 控告我们 有一个姐妹 她结婚了很多年 她的先生一直不愿意信耶稣 后来牧师去家里面探访的时候 问这个先生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来到教会 但是为什么不信耶稣呢 这个先生说呢 因为你知道我的太太 他们全家都是信耶稣的 那我们家呢 原生家庭都没有信耶稣 但是呢你知道我的家 我们家人虽然没有信耶稣 每一次我们在餐桌上呢 我们彼此分享 然后分享当天有趣的是 我们餐桌上常常是充满了欢笑 但你知道吗 我太太的家庭呢 他们呢全家都是信耶稣 但是呢常常吵架 岳父岳母常常吵架 儿女常常吵架 在餐桌上呢 就是常常不欢而善 然后呢很不愉快 每一次吃饭很有压力 结婚之后我们有了孩子 我的太太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家中 她也常常的吵架 常常的数落我们的不是 她骂先生骂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主的 比我们不信主的还要更糟糕 那你说牧师我怎么能够信耶稣呢 所以我们就发现 如果我们没有改变 那我们不改变的这个生命呢 就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也会因为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想法 因为我们的做法 而不愿意来认识这位 这么慈爱的耶稣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相信当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家庭就会改变 当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职场就会改变 我们的校园就会改变 所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改变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停止 再活在过去那些软弱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来祝福我们的家 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改变的力量 在今天的圣经当中 保罗也教导我们改变的方法 保罗在20节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祂的道理 祂的教学了祂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心 并且穿上新人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信耶稣之后 有一个改变的方法 就是把旧人脱掉 然后穿上新人 这个新人就是耶稣基督 穿上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必须要经历这样的改变 经历这样生命的变化 其实神在每一个信徒的身上 都有神的目的 我们发现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万物 每一个东西 不管它是大的小的 好的不好的 都有祂的目的 尤其神在祂的百姓 在祂的儿女 在信徒的身上 也有祂的目的 神要我们透过信耶稣 然后经历救恩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经历不断的更新 然后来成就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信徒 透过改变 那改变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就好像我们看到彼得 他从一个渔夫 后来成为神使用的一个伟大的使徒 保罗过去也是一个 逼迫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分子 但是神也让他穿上一个新人 让他成为神伟大的仆人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如何 我们过去可能犯了一些罪 或者是我们可能软弱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 好像使神的名受羞辱的这些行为或生活 但是今天我们必须立定心志 脱去我们的旧人 其实牧师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还没有遇见神的时候 牧师也有很多不好的品格 不好的行为 也常常因为爱玩 然后跟朋友有很多 做了很多的愚蠢的事情 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 在我信主之前 我会抽烟 会喝酒 会吃槟榔 有很多不好的行为 但是信主之后 神帮助我 然后我慢慢的开始读圣经 开始追求神的生活 神也开始在我生命当中 开始制作 那个时候每天 我就花时间祷告 花时间读圣经 圣灵也帮助我对付我的思想 常常我要说不该说的话的时候 圣灵就在我的心里面动工 我就觉得很深的罪纠感 我要看一些不该看的这些影片 或者是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思想 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神常常揪住我的心 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 有一次我过去就常常乱丢垃圾 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要乱丢垃圾的时候 我就心里面有个感动不要丢垃圾 那个时候好像神救助我 但是我好像习惯了 我把垃圾顺手就丢出去了 然后神感动我说去把垃圾捡起来 我去捡的时候神没有放过我说 把旁边那些垃圾也都捡起来 我有点不甘愿 但是我想好像神他感动我 我必须要做 所以我就把旁边那些垃圾 也都一起捡起来了 但是捡起来之后 我觉得心里面很喜乐 很平安 神就这样子从过去 一个很糟糕的生命 慢慢慢慢的改变 后来今天成为一个传道人 所以很多人说 我没有办法想象你过去是这样的人 但是感谢神 神他是行神机的神 他可以帮助我们 不论你现在如何 神能够改变你 所以我们依靠神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 一定可以得胜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脱去我们的旧人 穿上新人 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 让我们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愿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能够经历到这如此美好奇妙的变化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